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来这沿途不安全 倒不如稍绕些路 免得叫人发现 这个依依当然知道 这边走 跟着依依 我们就走着密道 能直通山崖顶呢 诶 那个好像是阴 阴 我有些印象 莫非 这人就是天玄门的少主 就是他 转眼就不见踪影 究竟是见我们就跑了 还是就没看见我们 要么 我们跟去看看 鹰无邪 你追着我到底要干嘛 你 云章 你是女孩 当年只是女扮男装 贴了两片胡子 你便当我是男儿 何必这么惊讶 哦 不过也是了 你眼神和记性都向来不好 迎儿柳儿翠儿 不是 我 云章兄 你这模样 我都不知道怎么和你说话了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当年交情 实在说不过 是因你我二人皆为异类 日日提心吊胆 声恐被人发现怪异 你 你有何怪异之处 不过就是多了脚 倒是我这血脉 据说有化荒酒离幽济的血 师门的人说起来将我当少主 哼 其实个个拒我厌我 就这样 却又认定我若不能武功待势 就是落了门派脸面 哎 不说了 反正我是没瞧出来你有什么奇怪的 好像也就脾气古怪了点 有时不说话 有时又挺爽了 原来是这样吗 哼 我现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至少不会再有人觉得我脾气古怪了 入玄冥教本就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再追问也是这答案 无需再问 对了 近来听说了些事 似是化荒内有妖族拉拢你 是想借你那点幽济血脉的名头好造反 你怎么想 什么怎么想 休想 哦 你朋友来了 我走了 殷少主 你 到底还是被他们复活了 依依 啊 不对不对 对了 那只鹰 你得喊我姑姑 是 什么 依依都听见了 你有幽济血脉 你又是鹰家的 怎么算你都该喊依依姑姑 诶 那个 是墨具的人 应当是 那人鬼鬼祟祟不知道做什么 跟去看看 这地方好重的死气啊 不怕 依稀里有数 洞穴是早年单阴造尸鬼的地方 传说中他以前可是化荒四邪之一 别这么看我 我祖上化魔人弄出四邪 也不是我的事啊 再说了小赵 他引下灵雀坛魂腔之后 就算是冥帝了 称王称霸 化荒也没阻止他 你不能全算我祖上头上吧 哼 反正你姓殷就不是好东西 别吵了 前面有动静 雨季在此活动 算落实了之前遇见的那债民说的话了 我就奇怪了 墨局怎么还就玩起了创命这套 还来了化荒 这里有什么能叫他们图谋的 墨局怎么还在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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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